你是怎么样的理财的呢 从小我跟我妹 两个人都是属于不知道为什么物欲算低的 然后都不太花钱的 这很难得耶 就是像比如说以现在来说 我自己买东西我会分成需要 还有想要这两个部分 哪些是我需要的 我是一定得要买它 哪些是我想要的 我是可以再忍的 或是我多看几次 我真的很想要它 我在下手 比如说大家在买东西 加入购物车的时候 我购物车里面的东西 大概会放快一个礼拜 我会一直回去看 一直回去看 然后看完之后再慢慢删 慢慢删 删到最后保留我真的需要和想要的 然后我再下标 像是我自己进了眼圈之后 我有发现其实很常有一笔消费是 就是跟朋友交进应从的费用 因为我自己可能平常在家 就是买个小菜 买个卤肉饭吃 可能不到一百块或是一百左右 但是你那天要是跟朋友聚餐的话 你出去 你花的可能就是一千多块 或是两千块 所以呢 我现在就把我的聚餐费 减少到非常多 可能一个月大概去不到五次 我来自从每个都是级别人一个人没有 就是这样 私